我想试试华飞这角色 他说你不用试 你不适合 我当时就不高兴了 我都试都没试 你为什么说我不合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华飞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跟导演说 导演我能试试这角色吗 导演说你不用试 我说我觉得他演的不对 但导演却直言他不适合华飞 并对他说你不够跋扈 不用你不适合 说导演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不适合呢 他就说你不行 你不够跋扈 我说导演我没演怎么知道我不跋扈 然后我就跟导演请求 说能不能让我试 就求你让我试一下 又不费什么时间 也就三两分钟嘛 见蒋芯如此坚持 郑小龙也不好拒绝 便答应了让蒋芯试一下角色 我觉得我当时在演的时候 导演一开始是不在意的 他就像考官一样 在批揍之前的那些演员 然后戴着眼镜 我在那边 啪一拍桌子一吼 真还这个贱臂 那就是这样 对 反正挺难听的 但是那个大吼一声 导演 诶 还行 还有那劲 世戏结束后 蒋芯如愿拿下了华菲一决 在后来的采访中 他承认华菲一决是被自己抢走了 因为当时和郑小龙导演要求世戏华菲的时候 先前那位和他搭戏演华菲的女演员还在现场 也亲耳听到蒋芯当面说自己饰演的华菲不对 然后在蒋芯和导演商量的过程中先行离场了 后来蒋芯回忆起这件事 也认为自己当时的做法欠妥 现在想想确实有点 如果有人当着我面这么说 我也会不高兴 我一定会站起来跟他反驳 你凭什么说我演的不对啊 对啊 有本事你来跟我演一个呀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无法挽回了 之后成功抢来角色的蒋芯 将华菲从骄横跋扈 到心思自尽的一生 演绎的淋漓尽致 观众更是表示 他们不是喜欢华菲 而是喜欢蒋芯的华菲 演员和角色的相互相承 也让华菲成了蒋芯的代名词 而贱人就是矫情 贱人就是矫情 他就赏下场再一战火炮 不胜本物放肆 也放肆多回 等华菲体也在网络走风 甄嬛传爆火后 蒋芯获得了更多关注 但他却屡次获从口出 得罪了一干合作演员 贱人就是矫情 本宫发你月里 已经是给足了皇上面子 竟然还说涨工资 本宫看今年的风 也是不够红啊 某次和一众主演宣传 甄嬛传的时候 作为女主的孙丽 话刚说一半 就被蒋芯的一句 贱人就是矫情 截断了 导致她当场尴尬不已 贱人就是矫情 除此之外 蒋芯更是多次花费上身 对孙丽 对孙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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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的时候 欢乐松舞美出席晚会 台上的他们堪比路人 全程无交流 除了无意重伤好姐妹 更值得蒋心 还曾给赵丽颖补了一刀 某次晚会 赵丽颖被质疑假唱 当时赵丽颖方 还未就假唱一事 做出回应 就被蒋心抢先一步 帮忙称 假唱也是为了 节目效果好 我也假唱过 此话一出 无疑是间接 垂了赵丽颖假唱的事情 除了给赵丽颖补刀 蒋心更是揭开了 陈颜希奉子成婚的内幕 某档节目中 她心直口快地说 本来就是 孩子小星星 接到婚嘛 是吗 真不是 你是吗 我是同时宣布 怀孕跟结婚 但是我们原本 要结婚的 时间是 一早就定好了 只早了一点点 这时蒋心 也感到自己 刚才说错了话 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俗话说事不过三 但蒋心乱讲话的毛病 却没有吃一切 长一致 她带着女朋友进来 问蒋心 说 蒋心 我的女朋友 怎么样 我不喜欢她 某节目中 蒋心的同学 傅丰难爆料 我有次带一个女孩 去见她 当时呢 有一帮朋友都在 我一进去 我冲着蒋心 说 这是我的女朋友 蒋心 一看 蒋心就说 对女孩不适合你 后来这段恋情 自然已分手高中了 除此之外 蒋心还曾对 前规则大胆发言 其中的一个 副导演 还有另外一个组的副导演 他们就会合在这 就看这些照片 这妞不错 我当时就觉得 这位受辱 我在想 如果你拿的是我的照片 我现在过去会给你一巴掌 明明许歌话是出于善 给你一半 打开 我们在这社交媒体 里面 心有一点 我现在存在 我我想你 你一会议 之法 这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3年他在微博申请告白叶祖心 世间美妙的事莫过于此 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偶尔修饰一点 也会给别人带来善意和希望 喝乐而不为呢